那篤霖哥以你那天現場這樣看 就是說 勳傑在夜店裡面 他有沒有算很亮的一個男生 就是很難注意到 我覺得還好 而且人家會覺得 怎麼剛看到何篤霖 何篤霖你怎麼又在這兒 這兩個人還真像 篤霖哥你知道嗎 每次 你把帽子上來一點點 你看你們兩個都不像 我真的有流汗 我真的流汗 你們兩個很像 真的嗎 而且有時候都是舞蹈歌的 你也是學舞蹈的 對啊 劈腿 我們以前當然都劈腿出道 劈腿張勳傑來 我好久沒有劈了 我怎麼辦 我沒有熱身 很久沒劈了 可以喔 他有喔 厲害了 有喔 很厲害 很久沒拉了 竹芸哥你不陪一下 我就坐一股身心疼 你一直叫我... 因為褲子的關係 竹芸哥 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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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到位老耶 要成立一個團嗎 麻煩你們兩個今天晚上去18房 你們就可以劈一下啊 對啊 大家都會讓開 我的天啊 你要承認 真的 年紀已經大 我早就承認了 你不要... 你不要叫我做這件事情 好 來 先回到秘密上面來 讓他們兩位稍微休息一下 黃老師 請告訴我們哪些什麼面向的人 很受異性的歡迎喔 好 我累了四項特徵來 如果你擁有越多項 表示你越受歡迎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浪眼了 浪眼 浪眼 眉眼配合有情 我們講說要傳情傳情 是眉眼眉目傳情嘛 既然眉目傳情 就是一定要眉毛跟眼睛 配合得當 以女孩子來講 眉毛可以細一點彎一點 男孩子來講的話 眉毛可能要粗一點 然後這邊可能又寬一點 但是眼睛基本上大 睫毛長 那麼再配合起來 我們講這就眉眼配合有情 它一般來講的這個 吸引一吸是主動的勾引 這一項是主動勾引 看人家就那麼拋滅眼 拋浪眼 拋過去 就主動的吸引人家 老師 那你看 勳傑他的眼睛算是 是有浪型的嗎 浪不浪 老師 他眼神 他眼神有帶一點 但是我是很客觀的講 如果以分數來講 大概有80分 不錯 有80分 但是如果 你90分 一檔拉 老師你見識力很差 老花眼 老花眼 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這個是主動的勾引 現在這個就是被動的勾引 當然被動的 主動的意思是說 你主動去浪過來 這個是等人家會浪 倒過來 人家浪進去這樣子 這是什麼呢 就是嘴巴要靈角分明 靈角 什麼叫靈 就是指這一個線 那什麼叫角 就是口角 口角要略略的感覺上 在微笑狀 然後這邊非常的清楚 我們稱為叫靈角 對啊 小孩是有啦 真的是靈角分明 那麼這個讓人家看著 這個嘴巴真的很有吸引力 會主動往這邊吸過來 一個主動 一個被動 如果說配合得好 兩個都有 那更沒有話講 異形緣更強了 再補充下面兩項 第三項是桃花紋多 什麼叫桃紋多 觀眾朋友 麻煩你把你自己手拿出來看一下 在這一代 有像我這樣子的斜線的 越清楚越多就是桃花紋多 這專門表示它異形緣很好 甚至我們講這異形緣 可以說是觀眾緣也可以這麼講 尤其說演藝人員 它有群眾緣 觀眾緣 這個叫做桃花紋 很多 它這比較多嗎 小孩比較多 小孩很花花的 有感覺到嗎 有 花花的 對 花花的 那薰姐我是很仔細在看 不多 因為我轉姓了 好嚴重 不要問出問題 再注意一下 這個桃花紋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桃花紋如果說是很長 通到這邊過來的話 就變成不好的線了 這我們一般還稱為叫做 畜生線 畜生線 那這是罵人家畜生的線 就是那個罵的話 因為它桃花 桃花的話我們可以講成好的 也可以講成壞的 好的話例如想我們講 演藝人員觀眾群眾喜歡 這就是桃花 但是你如果利用桃花去做壞事 不就是畜生嗎 也是 就是這個線如果這樣過來 就是你利用你的特色 因為你有異性緣 去欺騙異性 然後異性關係亂來 那就是畜生 就是處理不好的 基本上這一代的紋 多我們稱為叫做桃花紋 是 好 最後一項 是看我們的鼻子 這個鼻子我畫的這個是男生 女孩子大概不必這麼挺 女生可以再線一點點沒有關係 那麼最主要的我的強調是在 鼻子的這個筍頭的地方 要渾圓有肉 不要看起來尖尖的 或者是鼻孔羊天 那個羊天 朝天都不要 就看起來很渾圓 渾圓 也就是說它基本特色不要太高 不要太低 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要剛剛好的意思 你鼻子通常是看異性 如果說你鼻子又長得漂亮的話 表示它的電力很強 吸引異性的電力很夠 是 那麼這四項我剛剛講過 你越多項 越好 表示你的吸引受到異性的歡迎 越歡迎 好 勛傑你主持外景節目說 遇過什麼果凍小 小男孩的靈異事件是什麼 就是我們出外景 然後到了外島的某個的懸崖邊 那當地的文化呢 他們以前有一個文化是說 把那個小朋友往那個懸崖下丟 然後就可能就是往懸崖下丟 那下面是海嗎 因為我只要講出那個名字 基本上做外景節目的 都知道那個地方 對 我不好意思破壞那個地方的 那個 對 但那是以前的他們的穿著 那算是怎麼樣 就是說把小男孩當成祭品 對…當成祭品 然後丟下去可能請 就是可能海神或山神什麼 就保佑他們全世界 這是幾千年前的故事 對 但真的當地有那樣的 有這樣的儀式 你是幾百年還是什麼 你現在講的這個是 幾百年前的傳統 還是幾十年前 現在還有嗎 現在不可能有了… 對 現在不可能有了 然後我們就出外景 然後跟當地的大哥 我們就穿著潛水裝下去 看一下就是那個 懸崖邊下面的一些生態 珊瑚 有的沒有的 然後也沒有潛太深 那當地的那地陪 他是很專業的潛水教練 我們才潛大概五六公尺而已 他就覺得他耳朵通通 那起來就留一點那個血水 他是專業的那個潛水教練 然後留一點血水 然後想說OK 好啦 拍得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用那個豪選 他拍我一些景 或是拍一些那個生態 好 我們就上來了 然後也沒有感覺到什麼異狀 然後等到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因為出外景通常都是很累很累的 然後基本上我已經習慣被 所謂被 就是 我已經知道那種 所謂被鬼壓的感覺了 就是 你常遇到 常常被壓 因為可能太累了 就你分得出來今天是太累 還是說被鬼壓是不一樣的 對 可是那天我就奇怪 我怎麼又不能動 我就躺得好好的 其實我怎麼又不能動 因為通常如果他 當然是不要有那樣的經驗會比較好 可是我相信有些朋友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你真的不能動 連眼鏡沒有辦法髒話 你連手指頭 你都沒有辦法動 對啊 然後我就好不容易 奇怪又被壓了 那通常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就會 比如說耶穌基督 阿彌陀佛 可能拜託一下 對啊 然後就 好 要不然就是罵罵一些髒話之類的 就是每一種方法都是 因為我不是有惡意 我們只是來拍外景來記錄一些事情而已 好 好不容易呢 我眼睛張開了 然後我突然間我聽到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在我左邊的床頭 有沒有聽到有鈴錢的聲音 鈴錢的聲音 鈴鐺的鈴錢 鈴鐺的鈴錢 因為我有放一些鈴錢在那個 旁邊的那個小桌子上 就在床頭邊而已 然後我好不容易 因為我連想要轉頭的那個力量 我是好不容易把眼睛張開 然後連轉頭的那個動力都沒有 然後就在我一直拚命的想要去瞭解 那個聲音到底是從哪來的時候呢 我好不容易可以動了 我就啪啪這樣看過去 我看到一個 類似果凍的一個小 大概幼稚園大概中班大班 他就蹲這樣子 然後我人在這邊 我人躺在這邊 比如說這是桌子 他就有放一些鈴錢 他在那邊推 他要玩你的鈴錢 我的媽呀 我整個人就修了 瞬間閉上眼睛 然後突然間蹦了一聲 好 窗戶沒關好 我終於 因為那個很大的一個撞的聲音 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 是外面來的 我終於可以動了 當下我看那個小朋友 奇怪 不見了 他錢呢 錢掉到地下啊 我也不敢去碰他 然後馬上呢 我就直接 那時候我 我好像穿著一條短褲吧 我上半身也沒有穿 我就直接開門 衝去找我們編導企劃 我不敢再睡那間了 就大概這樣子 對啊 那個經驗讓我蠻 蠻驚訝的 對 是